那么伊川就是陈宇 这是北宋 这两兄弟 一个是陈宇 一个是陈浩 他们都是北宋的哲学家 也是北宋的理学家的创立者之一 自证书荷兰洛阳人 一般学者都称他叫伊川先生 他在十四五岁的时候 跟他的哥哥 跟他的长兄 陈浩一起拜周敦宇为老师 同学以周敦宇就是拜周敦宇为老师 在犹太学的时候 太学是当时国家的国立大学 那么乙川先生就做 《言止所好和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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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报告 他这篇报告一出现出来以后 当时主管太学的福远 非常惊讶他的才能 认为他是个人才 成宇是个人才 但是当时的宰相是王安史 王安史当时当宰相 王安史我们知道他是变化 王安史变化 所以当时是他主政的 所以当时在王安史那个时代 这个乙川先生没有被重用 所以他跟他的长兄 陈浩在洛阳讲学 那么在司马光 指证的时候 司马光当宰相的时候 他被推荐为 从政殿说书 这个应该是当时 一项文子的工作 比较偏向的学术 比较偏向的学术 所以叫从政殿说书 以修国子建调规 就参与修边国子建调规 国子建就是现在的国立大学 那么在宋卓宗的时候 宋卓宗的时候 这乙川先生呢 就担任了宋卓宗的士讲 士讲等于讲课给皇帝听 或者陪皇帝研究经学 其为则中士讲期间 这个成疑 他敢以天下为己任 所以他敢议论实证 也就是批评实证 褒贬实证 在议论褒贬 毫无所顾忌 没有任何顾忌 所以还是有学者的骨气跟风患 无所顾忌 他的声望跟名气呢 非常的高 声明日高 跟随他学的呢 跟随他学的呢 非常的多 从游者日众 后来陈宇呢 因为反对司马光的新党之政 他就被贬官了 被贬了 担任西津国子监守 有点是大学的教主 不久呢就被卸主了 就被免职了 不久就被免职了 而且还被遣送到哪里呢 四川的陪州 交给地方管制 交给地方管制 没有工作还没派到 四川交给地方管制 那么陈宇呢 在被贬官期间呢 完成著作 周易成事传 你看这个 这个 看次灾祸 贬官呢 往往都是什么 就逆征上演 就像我第一次贬官的时候 我第一次贬官是在1994年 当时我在当大同分级 督察组长的时候呢 我是管250个 250多的警察 那么被贬官以后也是 莫须有了这个原因 就被贬官了 贬官以后呢 就被派到台北市警察局的大安分级 担任民房组长 督察组长是在警察局里面是很热门的 他是专门管警察轰计的 那侦察队长是管刑事侦察的 这两个是一个分级长里面的左右 五的内就是侦察队长 文的话就是督察组长 一个管轰计一个管刑案 那是在我可以讲说 我担任警官的 算是最高峰的状态之下呢 当时被贬到大安分级 拉下来 担任什么 担任民房组长 管民立主性 就一般民警在我们国内叫民警 一种主性工作 主租性的工作 管两个人 只有管两个人而已 那个时候呢 我很多同仁呢 也有同时被贬官了 到后来 借酒消愁 后来就变成肝癌 那我呢 我是转后为辅 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呢 刚好一年来了 看到中国时报 看一个广告 是当时的中国国家会的会长 务敏长老 一般都称他叫观音老人 他是从浙江普陀山呢 请了一尊观音菩萨呢 到台湾来 那当时呢 在以前的台北县 现在新北市 树林镇的海明寺 我当时就在那边售解 海明寺呢 他的这个无名障碍的到场在海明寺 那讲到这个售解也是很有趣 当时我就去见我师父 我师父也是成天禅寺 广经老和尚的智客师 因为那时候我 我酒量非常好 而且都是喝洋酒 还有这个 XO 还有这个 Joni Walker 黑暗走路 还有21连威士忌 英国皇家礼炮 我们台湾叫皇家礼炮 就是英国最有名的酒 叫21连威士忌 那都很贵 一瓶台币5000块 那抽了烟都是抽好烟 就是抽独狗的Deof 那个牌子是黑色的 Deof的这个名牌的香烟 所以那时候我要去报名售解的时候 我师父就有一点点说 你能售解吗 那时候就看我一个窗户存着怀疑的眼光 他就教我一些荒华 能吃佛你不要出声音 那师父就教我 他就叫我拿着香跟着他拜 讲到不杀神能吃佛你不要出声音 后来我就去报名以后报道 物名长老就通知事务士 要约见我 那当时我们戒指的五罪有 有四百多人 那菩萨是有四百多人 那么早上都是拜大悲餐 因为物名长老就推展大悲餐 他在台湾弘扬大悲餐 非常非常的深入 所以一般人家也称他叫观音老人 他是专门推展大悲餐 所以当时他在带我们大悲餐的时候 早课的大悲餐 那老人家年纪大了 那时候他已经是七八十岁了 他活了一百多岁做话 他身材就是非常花福 那个子不高 他讲话非常的慢 非常慈悲的老人 那时候带我们拜大悲餐的时候 他就说他拜下去起来 他看他满地都做房金 他说地板都金光闪闪 那时候就跟我们开示 你们在座一定有菩萨在来的 他说我们是 他不是我 你们在座有菩萨在来 我老人家我不打狂疑 他说佛光普照 满地都金光闪闪 这样跟我们讲 我那个时候 早课听到那个大悲餐 那个唱诵的时候 我再哭了一塌糊涂啊 真是伤心啊 忏悔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就像那个迷失的羔羊一样 好不容易找到家了 那就像亏计大师一样 本来不想出家 就是闲到他是度他 那他开出三个条件 三车嘛 第一个要一部车 一部车全部装书 那一部车专门装金领珠宝 那一部车装服务他的 这些美女嘛 结尊大师答应他说 没问题 三车照单前收 一旦要到大雄宝殿了 炉江站一唱下去 再哭得嘻哩哗啦 三车通通不要了 回去了 回去了 这叫什么 这叫金刚种子浮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熏什么 都入我们阿赖耶 我们熏善的种子也入阿赖耶 我们熏恶种子也入阿赖耶 我们熏金刚波蕾的种子也入阿赖耶 所以 维世学里面讲说 善恶无忌 无忌就是不善不恶的 都入阿赖耶里面 所以以前我们在念点研究班的时候 简浩文老师就跟我们讲 就是佛罗教基金会的创办人 他说你们这一辈子熏多少波蕾 你能够心到十分 下次承认再来 从第十一分开始修起 你这一辈子金刚波蕾 灵魂 下辈子从灵魂开始修 我想他讲的很有道理 那老师跟我们讲一句话 很有意思 他说你这一辈子心金刚波蕾 你下一辈子纵使承认再来 或者是你带着夜障来人间 你没有往生极乐当时 带着夜障来人间 被夜暴深 老师跟我们讲一句话 他说你这一辈子所心的 佛法的种子 金刚波蕾的种子 等到你下一次 你遇到英年慧弘时 遇到善知识 遇到你的启蒙老师 遇到佛头的三藏十二部经典 你只要遇到波蕾经典的时候 你那个金刚波蕾的种子 就浮出来以后 你那时候的习气就是 这个你的习气 在遇到金刚波蕾的时候 霍兰顿透 就断掉 比如说你去受戒受五戒菩萨戒 你本来没有办法改变的习气 没有办法去断了恶的习气 比如说你很爱吃肉 可是你说完五戒以后 你得到那个戒体以后 那个戒体产生一种力量出来 那个戒体就是 你完全做到 你发心力验都很真诚 你有这个受戒的心 有受戒的这个受戒的心 那就得到这个受戒的德 就得到这个受戒的体 所以戒体很重要 你戒体一得到以后 那个习气 就脱落了 至少那个习气就被扶住了 被戒法扶住了 所以当时 戒体内 无名长老叫我受菩萨戒 我当时不敢接受 后来就 还是去从五戒 又受了菩萨戒 那后来我就是 跟无名长老那个 他的疗房旁边的那个老观音 就是他的这个疗房对面 有一个观音殿 我就去祈求那个老观音菩萨 就是无名长老从中国 普罗山请过来 那尊老观音菩萨祈愿 我就跟观音菩萨说 我说我酒放不了 我烟也放不了 那我就跟观音菩萨谈条件 我说那酒不能喝可不可以喝药酒 我就要求三杯要酒 三杯要酒 可不可以抽烟 你看没有戒心哪个戒体 后来在五戒过堂的时候 观音菩萨就让我去领悟 在过堂的时候 我夹的第一道菜是香菇 因为我们那时候受了 在家佑菩萨戒经里面 那个六重二十八清 那个六重第六条是孤酒戒 不杀生不脱道不邪眼 不大妄以不收事众过 不孤酒 不孤酒是不能卖酒不能送酒 最后一条戒是不孤酒戒 后来我们搭上慢衣过堂的时候 我夹的第一道菜就是香菇 结果香菇没有到嘴巴就掉下去了 把我慢衣弄脏了 我这个人早期是有洁癖的 我觉得我慢衣都生痛脏了 那我瘦解 马上就有罪恶感 我慢衣都脏了怎么办 当时当下就悟了 我放不下两个东西 一个是香恩跟孤酒戒 两个家起来跟我说香菇 香恩跟孤酒戒 所以我是香菇度我的 所以有情无情同缘总之 你看那个有名元硕大师开悟记 不落会他悟 他有一天经过一座桥的时候 看到人在丢一个势头 丢到河里面咚一声 也有说在砍柴 劈柴的声音掉下来 那个砰了一声 他开悟了 但我不是开悟了 我只是有所领悟了 不落会他悟 众哄不是成 三合其大力全落法往生 开悟啊 法无定法 哪一法不是佛法 那批财也是佛法 只要能让你结悟了 批财也是佛法 只要能让开悟了 香菇也是佛法 让你开悟 让你悟了说 这是习气该断 那香菇也是佛法 所以佛陀说 说法走无法口受 法上应死何况非法 哪一法不是佛法 就佛陀说了 真能让你悟了 那香菇也是佛法 所以我那时候就生起一个惭愧心 就觉得自己很惭愧 来受罪还放不下这些喜气 七天以后回到家 就把肉断掉了 把酒断掉了 把香菇断掉 只有七天而已 所以老婆上说 借力很重要 切实 我如果没有借力 我现在还在吃肉 那我哪里有资国奖金 如果我没有受借 我现在还在抽烟 对不对 如果我没有受借 我现在拖着喝药酒 但是这三个喜气全部断掉 一个礼拜而已 所以老婆上说 借力很重要 切实很重要 所以这个 这个提到这个地方 提到这个成语 在背贬期间完成著作作 卓益成世传 有时候就是转后为虎 在一殿之间 那他这个是逆征上演 逆征上演 我们上次有讲到益经 对不对 福西做八卦 那这个益经里面 这个三个人做的 一个是福西 一个是文王 做文王 那一个呢 是孔子 那文王做这个六十四卦 有时候在哪里做 在监狱里面做的 所以可见 像你看这个成语被本观其间 他完成了周易成世传 所以到南宋的时候 他被追封为正宫 这个是以川 这些是文王做的 那就是这些人 又能看这些人 一样的 我可以看这个 我可以看这个 我可以看这个